欢迎来到Super ELS Station 凌晨两点钟 走在寥寥起人的大街上 我习惯性地将耳机塞到耳朵里 顺手点开逃跑计划的那首 夜空中最凉的星 歌词很治愈 但改变不了我此刻沮丧的心情 接连几个月的糟糕 让我根本没有耐心好好听歌里的一字一句 更难打起精神好好面对生活 上个月我和男朋友大吵一架 赌气一个月没有和对方说话 我开始纠结是不是要放弃 这个月初熬夜写了几个通宵的方案 到现在还是没有通过 这意味着我还要继续日夜颠倒地加班 星期六 出租屋的合同到期 找房搬家 还要花费许多的时间 精力 还有钱 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向我涌来 将我猝不及防地打趴 全身无力 动弹不得 原本我可以咬牙 站起身 像从前那样安慰自己 然后再坚持下去 但这一次我真的很想逃跑 我想辞掉工作 一个人躺在家里 无人打扰地休息几个月 我想要放弃那段感情 宁愿孤独终老 也不想再费心力 我想回老家生活 不用再面对交房租 挤地铁加班 吃泡面 只是这样想着 我肚子就开始咕噜起来 原本已经快走到小区大门口了 但是还是突然掉头 拐进了胡同尽头的那家 不起眼的小店 这家小面馆我常常来 一来二去 就跟老板混熟了 刚走到门口 我就看到老板和老板娘 把凳子依次摆到桌面上 准备关门打烊 可是看到我来 他还是笑呵呵地跟我打招呼 顺手把手边的凳子放下来 给我擦了擦桌子 示意我坐下 一碗热汤面上桌 我心里的沮丧 好像也随着热气生腾 慢慢消散 或许是因为看我心智不高 老板边对着白天的账本 便跟我聊天 他说刚进社会那会儿 他接连换了好几份工作 但生活一直没有太大起色 后来 乌漏偏逢连夜雨 老家的父亲生病需要动手术 没有多少积蓄 甚至拿不出三万块的手术费 为了让家人的生活好一点 他决定开面馆 面馆那个时候刚营业 没有钱请人 所有的脏活重活他都自己干 有一天下雨天 脚底打滑 连人带货都摔在地上 右腿摔成了骨折 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 医药费加上店面亏损的钱 愁得他整夜睡不着觉 就在他走进人生死胡同的时候 一位强来吃面的顾客来看望他 跟他说 大哥 快点养好腿 重新开业 我们一家都爱吃你们家的小面 都盼着你干净好起来 老板说 那一刻他觉得天亮了 我边吃面边听老板聊经历 我发现 其实就像老板说的 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困难 但也总有 不切而遇的温暖 或许他不知道的是 他被那位顾客的话治愈的同时 我也被他治愈了 好像生活中就是会有 无数个类似 突然有一束光 打在黑暗中的时候 即使你有一万次想要逃跑 也总有一万零一次的温暖 会拉住你 那一刻你再也没有想过要离开 我想起一段话 我们最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在那些焦虑的时光里 你是选择迎风奔跑 还是转身逃跑 直到某天当我们不经意间回头 你可能会发现 那一年躊躇满志 咬紧牙关 焦虑奔跑的那个自己 真的很好 当你熬过生活里最难的时刻 所有的困难都会像波云见日般 被远处的大风吹散 被头顶的日光照亮 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坦然地笑着回顾过往 对曾经那个没有放弃的 自己真心地说一句 谢谢你没有逃跑 也谢谢那个一万零一次的温暖 及时地把我从 会暗中拉了回来 晚安